佛法实际上就是对法界众生一种自善圆满的教育。佛教当中的观世音菩萨无边无境的思非的真理,教导我们在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要用正念来对待它。佛法是一种教育,它不一定完全是宗教,是智慧。佛法是讲解宇宙人生的真理。 忏悔就是解决过去的烦恼,修行就是解决现在的烦恼,念经就是脱离烦恼,进入佛的境界。